另外台湾本土产的葡萄酒来看看 要上了国际舞台了 有酿酒王子称号的高雄餐旅大学老师陈谦浩 他就运用了特殊熟成酿造法 让台中外谱的葡萄散发独特的香气 而他酿造出来的台湾红葡萄酒 不只在国际大奖当中获得了肯定 还史无前例的外销法国第一名的三星米其林餐厅 葡萄柚果肉加上冰沙做成的甜点 看了就让人垂涎三尺 但如果再搭上一口红葡萄酒 这滋味连知名的料理主厨都着迷 柑橘的东西 然后跟葡萄酒的那种酸跟甜 其实那个滋味是非常的合的 带点透明的酒色 入口前晃动酒杯香气四溢 入口之后更是散发前所未有的酒体 用法国的项目同理 那他每年挥发10% 经过了五年以后呢 是大自然浓缩了他所有的滋味 但是却保留住他原先 原来是缺点的酸度呢 在最后却均衡了他所有的口感 骄傲的介绍这支葡萄酒的 就是把他酿造出来的酿酒王子 陈谦浩 选择台中外埔的葡萄园 从检选 去梗 榨汁 每个步骤都不马虎 更重要的是 透过多年的热熟成 让他站上国际舞台 不只获得各项国际奖项肯定 8月间 台湾红葡萄酒还获得法国三星米其林餐厅 要求进货 这个肯定实无前例 哈斯这家餐厅它更特别 就是在16年的时候 然后全球有520家的米其林的二星跟三星 然后那个餐厅是互贫的 然后当年的互贫呢 它是全球最多厨师投票的 也很高兴就是台湾的葡萄酒 可以第一次外销到世界第一名的 这个三星米其林的餐厅 台湾葡萄每年7月台风来临前得采收 成熟度比起世界传统产区 更不容易掌握 现在透过专业的酿酒技术 让台湾葡萄酒产业 持续扬名国际 不是梦 民事新闻亮景雄 高雄市报道